高等法院判决书指出 勾恶在脸书上发文中的言论 暗指连千亿在监狱内 替其他受刑人从事不当行为 这些言论被认为是对连千亿名誉的严重伤害 知名网红YouTuber勾起你心中的恶 因在个人影片中对直播主连千亿进行诽谤 被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50日 他在影片中指控连千亿贩售NTF连财 甚至以千亿鬼白白嫩嫩 在监狱里面专门帮很多受刑人 用嘴巴排毒等不雅言语 描连千亿在监狱中的行为 这些言论被认为足以减损连千亿的社会评价 对此 勾恶不满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但近日高等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 勾恶的判刑定验 高等法院判决书指出 勾恶在脸书上发文中的言论 暗指连千亿在监狱内 替其他受刑人从事不当行为 这些言论被认为是对连千亿名誉的严重伤害 尽管勾恶便称其言论有其他含义 但法官认为其言论明显有影射之意 已触犯加重诽谤罪 全案源自于2022年4月 勾恶在脸书粉丝专页上发文诽谤连千亿 随后遭对方提告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刊验了相关文章截图 影片等是证 并认为勾恶的辩解不足以彩性 因此 二审驳回勾恶的上诉 判刑50日 得一颗罚金5万元 全案确定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网红言行责任的关注 也提醒社会各界对于网络言论的规范和法律后果应予以重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直播主之乱在法庭上画下句点 连千亿因主持犯罪组织 教唆少年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被判处七年徒刑 连千亿与宠物店老板郑佑人的网络恩怨引发了直播主之乱 他们在网络上的争斗走向了现实 甚至出现了杂电开枪等过激行为 以至于当时的刑事局长黄明昭不得不亲自出马来解决这个问题 连千亿这个37岁的直播主 不仅在网络上有极高的知名度 而且他还担任了太阳会业务长高雄分会长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他成立了一家名为蓝亭国际的公司 并设立蓝亭精品直播仓库 吸收了大量的员工成为帮派成员 但是连千亿的行为不仅仅是商业活动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开始在网络上恐吓那些批评他的网友 他甚至会将这些网友召集到他的直播仓库 进行一种被称为直播工审的行为 2019年9月 连千亿与郑佑人的矛盾升级 郑佑人在受到恐吓后 带领一群人到连千亿的直播仓库挑衅 砸门叫嚣 连千亿对此大为不满 派人反击 先后到郑佑人的宠物店与直播仓库砸车打人 虽然双方在18日晚间有过和谈 但是网络上的一个群组在隔日凌晨 又号召人们去直播仓库挑衅 警方为了防止事情升级 派员去连千亿的仓库恐怖 却意想不到对方不顾警方在场 开车撞门 连千亿更是派人到郑佑人的宠物店开了四枪 连千亿不仅与郑佑人发生冲突 他还在2019年4月 对一位信谢的员工动手 原因是这位员工与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关系过于亲密 他甚至网络上对两位批评或嘲讽他的网友进行恐怖 怀疑有网友试图骗取他的手表 甚至强迫该网友来到他的直播仓库 进行了近45分钟的直播工程 最后 这场引发公众关注的直播主之乱在法庭上画下句点 连千亿因主持犯罪组织 教唆少年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被判处7年徒刑 并因强制 剥夺他人行动自由 毁损等罪行被判一年 可以换算为罚金 现在 检方已经启动防逃机制 连千亿必须入狱服刑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才7年 表现良好3年半就可以假释了 到时候又可以开始出来直播拍卖了 黑道洗白开端 也是拜新闻台推播助来 现在还在抖音直播 卖东西呼风唤雨 安了 绿色党政办好没 办好即可享受外意间 但可以肯定 出来后只会更大条 这种本性是改不掉的 监狱里面有汉堡能吃吗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频道 对此 苍蓝哥于近日直播节目中 拿出6月11日新北市政府召开的记者会影片 证明这种说法是新北市卫生局记政所说 他酸沟厄的调查能力不足 台湾YouTuber沟厄的直播内容向来已讨论实施 揭露事件为主 他步伐在网络上与其他网红发生纠纷 此次他选择挑战的对手 却是台大医科毕业的专业儿科医师网红苍蓝哥 然而 这次的挑战看来并未如沟厄所预期的成功 反而被沟厄哥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此次的争议源自于沟厄在节目中质疑沟厄哥有关儿童感冒药理 还有本巴比托的言论 并指控他制造恐慌 对此 沟厄哥于近日直播节目中 拿出6月11日新北市政府召开的记者会影片 证明这种说法是新北市卫生局记政所说 他酸沟厄的调查能力不足 甚至建议他们用Google搜寻相关资讯 在解释感冒药中本巴比托的争议后 沟厄哥转而回应沟厄 关于他删减先前影片内容的质疑 沟厄在直播中表示 沟厄哥之前删减影片内容 可能隐藏了一些他不希望大众看到的事情 然而 沟厄哥对此的解释是 他删减影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原意被驱解 被误解为在否认感冒药中有本巴比托 并被人利用来进行政治攻防 因此 他选择删除了部分可能引发误解的内容 沟厄哥最后强调 他比任何人都更关心这个议题 并以此回应那些受到沟厄影响 在他的网站留言抨击他的网友 他甚至幽默地推销自己代言的高纯度余游 声称可以让你的逻辑奥 以此来提醒大众重视思辨能力 这场激烈的辩论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许多人在沟厄的YouTube频道下留言 表达对沟厄哥的支持和认可 我期待看到更激烈的辩论 目前为止 鸽子从未失败过 一名网友写道 沟厄真的好笑 他的脸好肿 另一位网友嘲讽道 尊重专业知识 要相信科学 我大哥面对只会使用谷歌搜索的网红 从未失败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一位网友赞同道 网友们为此次辩论投下了各自的票 有人嘲笑挑战专业人士的购物 称它为小丑 有人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医学系永远是第一志愿的原因 也有人质疑部分网民的智商 医学系顶尖大家都知道 更该质疑一下的是八家九们的平均智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